自从这就是街舞官宣以来,许多网友对这档节目,就抱有非常大的热情,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王嘉尔的事情过去没有多久,易阳千玺和节目组的矛盾也爆发了出来,同时易阳千玺的工作室宣布,如果事情没有解决,将不会参与后期节目的录制,究竟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呢? 这一次易阳千玺工作室做出这样的决定,相信绝大部分的粉丝都是支持的,毕竟这样的事情对于女人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尊重了,而原因在易阳千玺工作室发布的声明中看得也是非常清楚,今日,在这,就是春集综艺新品先见会上播放的宣传片和演讲背景墙中,易阳千玺名字中的羊被误写成羊, 虽节目组多方沟通致歉,但其传播过程中造成的影响和不信任感,却无法就此消除,作为合作伙伴,街舞宣传上错误频出,从临时撤绑,物料未经团队确认,到原始物料内部流出,在到今日名字之物,经商讨后工作室决定, 在节目组没有做出相对措施之前,暂停参与节目组所有录制及宣传,望周知,同步也警告各位合作方,如名字之物再次上演,工作室将暂停与之未来开展的合作,望相关工作人员提高专业素养,以专业精神方能彼此尊重, 从这段生命中我们就会发现,这一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,主要是因为文案宣巴问题,内部物料流出和名字的错误等问题,作为一个正规的节目组,在新品推荐会上出现这种纰漏,不免让人质疑做事情是有多么的不认真了, 而在昨天易阳千玺的工作室发布声明之后,节目组官方微博也进行了转发并道歉,再次向易阳千玺队长表示深切的歉意, 易队长在节目录制和伸传过程中的专业和敬业有目共睹,在工作中的不足和错误,我们认真面对,杜绝再次发声, 在此也感恩所有朋友对节目的关注和监督,我们一起,一定会更好,但是绝大多数网友认为这样的道歉轻描淡写,完全是在敷衍,打错人民,而且是屡次打错,这实在是最不应该犯的错误,并且这节目宣传也太不专业了,从中国街舞的的实力, 道明明是这就是街舞的官博,却反串道热血街舞团的嘉宾宣传,再道和热血街舞团宣传海报雷同,实在是把基本雷须都拍完了,名字是最基本的尊重,谁的名字不打错会不生气,多次犯错误,将易阳千玺打成易阳千玺,也希望工作人员长点心了,互相尊重好吗? 节目录制以来我们也配合,但也请对易阳千玺有着尊重,这样的合作才会更加愉快